近日,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开发两款针对日常用户的新款显示器 这两款显示器有较低的售价与配置 且依旧会支持4.5K分辨率 如果消息属实 那么这将是苹果在2016年之后 首次推出针对大众群体推出的首款显示器 据悉,这两款显示器将基于当前的24寸与27寸iMac进行设计 拥有与其相同的外观设计 但去掉了主机部分 此外,在参数上 新的显示器将配备一块4480X2520分辨率的4.5K Retina显示屏 最高亮度为500尼特 支持11种色彩显示 并支持DCI-T3广色域与Tune技术 和24寸的iMac相同 24寸的显示器也将不会配备Mini-KID背光和Promotion最适应刷新率技术 不过根据当前的消息 这两项技术有可能在27寸版本上得到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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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